Hello Yahoo 南大入了2024年 大家都會很關心 十月生肖究竟是什麼運程 不過照樣都要說一聲 今年2024年大氣候的環境 其實都不是太好的 如果去年2023年有8分差的話 今年也有7分差 都請大家小心謹慎 千萬不要特意忘形 先說今年熟龍的生潮 今年叫范太歲 無論你是什麼年份出生都好 都請你緊幾件事 不要想多了 舉個例子 譬如約了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遲到 他就會想 他會不會在未來的途中有交通意外 為什麼會遲到 當然又找不到他 然後有很多幻想出來 突然那個人出現在面前 我沒有其實我記錯時間 所以奉勸所有熟龍的朋友今年 請你們冷靜一點 有一件事適合他形容你們 幾人憂天 首先說事業方面 今年事業裡面 機會有沒有 都有的 按步就班去做你想做的事 就已經足夠了 壓力當然有大 記得步步為營 小心做就已經可以OK了 說到財運方面 投資就小心一點 現在實在有太多的一些 投資的工具 前後已經慢慢慢慢 大家都看到 開始爆煲了 所以今年 不要了 乖乖地了 請你找手自己所有的東西 愛情那方面 整天在胡思亂想 想想 我身邊隔壁的人 他會不會有什麼 他跟那個人很傾 又會不會有什麼發生 麻煩你了 收起你的移生 正常交往就正常交往 不要想太多 健康那方面 這麼多事情想 麻煩你們了 今年好好注重休息 甚至乎 因為過度的精神緊張 和神經衰弱 我恐慌你們 今年全年都要吃藥 所以今年乖乖地 不要亂來 踏入2024年 講到屬蛇的朋友 很多都告訴我 去年過得不太好 恭喜你 今年屬蛇的朋友 的確運氣好 最明顯是什麼 就是各方面的投資運 是好 不過我都不贊成 你們太過大膽 或者太過勇猛 想著我怎麼都要追回 去年所有的東西 今年似乎 只可以讓你追到一部分 講到工作各方面 踏入2024年之後 就會好 每樣東西開始 看到有曙光 之前做不到的事情 甚至乎麻煩的事情 但是踏入2024年 不知為何 坐在那裡也有機會自己解決 所以今年來說 工作量是增加了 同時間 有些屬蛇的朋友 還有升職機會 好好地把握 後一年 到你犯太衰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怎麼辦 說到愛情方面 今年屬蛇的朋友 有些是像兩頭蛇 什麼叫兩頭蛇 這邊又對 那邊又對 好像左右奉門 有時一腳踏兩船 都會頗麻煩 今年選定了就選定了 如果是單身的話 今年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這個機會都可以的 說到健康方面 今年屬蛇的朋友 大問題不算很差 注意一下自己的飲食 還有留意一下自己 有些小病痛 以前曾經發生過 今年都會發生 比較年長少少的屬蛇朋友 今年健康問題麻煩一點 我勸你 早點做身體檢查 尤其是免疫系統 小心點注意 再過幾年 有你犯太歲 我恐怕這些免疫系統 會令你非常麻煩 甚至有些可能做手術 今年好好地保護自己身體健康 屬蛇的朋友 今年我給你的分數都頗高 嗯 都有75分 加油 踏入2024年 對於屬蛇的朋友來說 雖然不是一個叫桃花的年份 但本身屬蛇的人 桃花都是比較重的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你本身結了分屬蛇的朋友 我一點都不恭喜你 無論是你自己 還是你身邊人 輕的呢 我們就叫犯桃花 重的呢 有機會桃花殺 聽到的殺字 多數都不太好 有些是真的會令到自己 有生命的危險 中國人有句說話 叫重一二中 喂 你是對一個就對一個 你不要亂來 講到健康 因為今年屬馬的朋友 都算是很多地方要到處走 雖然他不是叫逆馬洞 但今年來講 他都真的到處走的時間 都似乎拍得住逆馬洞 工作的時間 自己注意一下 因為你會在工作裏面 成春 所以今年的工作和健康 是非常之有關係 走到的機會裏面多之外 都會認識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都會帶給你們不同的機會 不過由於年份仍然是未得 忍一忍 今年先不要做生意 到真的答正了 2025年才再想做生意 說不定到時你的收穫更大 所以留意一下 講到前菜那方面 小心點 留意著自己的洗肺 正常的開支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這些 這裡一筆 那裡一筆 令到自己最後發現 原來我長期涼美 今年自己控制一下自己的洗肺 其他東西沒什麼大問題 注意一下 講到熟養 踏入2024年 今年有很多事情都比較麻煩 就沒有去年那麼慶心如意 去年就形容熟養的朋友 遍地貴人 很多事情都做得很開心 很有成績 但是踏入2024年 似乎阻滯的事情會比較多 總是有些事情想走也走不到 甚至乎有時 聊得好地地 突然之間會有些外來的人士 令到那件事 就要停了 那說到什麼時候 分分鐘要說到下半年 甚至乎年尾 整個計劃才有機會走 所以今年熟養的朋友 我建議 就不要太心急 只要一日未簽訂合同 一日未落實的話 你都不要覺得自己一定行 講到錢財 同樣都是 今年熟養的朋友 洗股那方面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今年很多工作 或者賺錢的機會 都比較停滯了 那股不然就會影響你的收入 所以今年有什麼大錢花呢 不如退一退去到下半年 才決定 例如說 綜收 或者是買樓 甚至乎有些 熟養的朋友 打算今年 拉上天章去結婚 那退一退 下半年會比較好一點 說到愛情的方面 都說了 有些會拉上天章 那拍拖的 就要想一想 今年是不是需要報入 另一個人生階段 為什麼這麼說 今年不想的話 不結就要分 所以今年的感情 尤其是拍拖的朋友 要小心一點 還有一些熟養的夫妻 今年有機會有起事 自己安排一下 說到健康 今年熟養的朋友 去到下半年 因為他的應酬比較多 身體腸胃上 皮膚上 就比較差 注意調教一下自己的飲食 太過肥 隨之而來 就會是三高 留心一下自己的健康 今年下半年 不要太過放縱自己 要不然 你進了醫院 我不會來探望你的